人生诺漫漫,房车伴我行 今天带来的是一辆基于大同V90打造的纵横床后厨位的房车 它的长光高尺寸分别是5940,2110,2755 在车身的右侧,从上至下分别安装有真央棚,户外灯,中门一对,外推窗 再看到中门靠后,是有一个大的出风口,是家用便秉空调外寄的出风口 这辆车的话采用的是一个后驱后双胎的设计,摩擦力更大 承载力更强,刹车距离更大 右后轮的斜后方,是咱们150升清水箱的重力加水口 中门下方,配备有一个舰洞迎宾踏板 尾门,是一个对开门的设计,上部安装有一对外推窗 左后轮的斜后方,是固定马桶的黑水箱舱门 晚上看过去,是一个侧排风口 紧接着,咱们再往前部看过去,这里有一个逆变气的散热口 斜上方,还有一个试电的充电接口 同样,往侧面看过来的话,也有一个外推窗 打开尾门,咱们可以看到,尾门内部 咱们也是做了一个空间的极致利用 做成了储物空间 车尾,是咱们整车储位区域 再看到右侧的话,这就是一个小储柜 储柜下方,配备一个洗碗机 侧面的话,是一个小的储物空间 再看到台面上面,有一个隐藏式的洗手盆 内部有水龙头 侧边的话,是一个建磁楼 在内饰板的侧面,装有侧排风,以及接电口 再往上部看过来,是一个整烤箱 侧边的话,也是储物空间 储柜区域的对面,就是卫生间的区域呢 整个内部都做到防水的处理 配备的是一个上部可旋转的,建栋的固定马桶 再往上部看过去的话,是有一个洗衣机 打开中门,咱们就到车内看一下 那么在中门的左手边,是配备有一个小的柜企 这个柜企内部的话,是安装了一个108升的冰箱 它的冷冻和冷藏是分区的 然后在对面的话,有一个双人的卡座 前面有一个可拆卸的小桌板 侧面的这个外推窗,内部都配备有防纹和隐私的内窗 然后紧迫的话,也是一个带主物舱门的小的主物空间 咱们再往驾驶室看过来的话 这辆车搭载的是上期派的2.0气的柴油发动机 匹配的是一个6A7的自动变速箱 然后原车的摄影机换成了导航 然后它本身的方向盘的话,也是具有一个多功能的性质 整个驾驶室的话,用了原车的内饰 也是偏向于这种乘用车的一个内装 驾驶室内部,配备有两个单座 也都进行了这个超前批的包式 紧布,有储物空间 然后咱们打开这个柜门的话 内部的空间还是挺大的 然后在中门的进门的上方 是咱们整车的一个中控显示区域 再往后部的话,是一个家用变频空调内积的安装位置 它的能效比是非常高的 往客户区域的后部看过来的话 是一张很大的横床 它的宽度可以达到1米5 长度的话是1米8的一个长度 然后在床头位置 配备有五孔插座,USB和解决器的接口 以及一个小的阅读灯 如果咱们要通向后部的话 小王现在把中间的这块床板 呃,实际上是配备有48V的 呃,420的一个电池 呃,接近19.2度电 咱们对于电量需求比较大的 这个呃,车友来说是非常够用的 而且这辆车的话 本身电气也比较多 所以也是一个充分的需求的考虑 然后在这个侧板的侧面 配备的是一个库能器 能够实时显示出咱们现在的 一个6000瓦的逆变器 然后对面啊 这个柜器内部 它是安装的一个 家用变频空调的外接 除了这张横床之外 这辆车还有一个隐藏的纵床 就是咱们这个右上方的这个轿柜 咱们只需要打开两边的这个门栓 将其拉下 这样就变成了一张长度1米9 宽度80公分的一个单人纵床了 而且咱们内部也贴心的 给您设计了这个五孔的插座 以及USB和简移器的接口 因为方便您睡眠之前 这个手机的充电的这种需求 这样子共计四座 两卧的一个设计 车友们是否满意呢 欢迎在小黄的视频下方留言 或者私心小黄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